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入菩萨行论》 《善说海》 这部论典当中 现在宣讲第二品 第二品里面 受持菩提心的前面 已经宣讲了七指供 七指供当中 供养指和顶礼指 前面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开始讲 皈依指 皈依指 无诸菩萨分为 宗义和论义 分两个方面 首先这个中义也宣讲了 觉者皈依和 随皈依而行持 主要讲皈依的学处 首先觉者的皈依 也分三个方面来了解 讲皈依的本体 皈依的分裂 然后先讲 各者皈依的自信 就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什么是 皈依的本体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皈依就是为了 遣除一切恐怖 而依止皈依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叫做皈依 不管是大乘的皈依 小乘的皈依 或者是我们世间的皈依 全部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我就特别害怕 这一点不能过关 因此我为了避免这样的恐怖 而皈依一个 比较可靠的对境 这是所谓的皈依处 所谓的皈依的意思 皈依应该分几个方面 首先是皈依分为 世间的皈依和出世间的皈依 出世间的皈依又分为 大乘的皈依和小乘的皈依 这是从大的方面 皈依的分类 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自信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现在所谓的世间的皈依 世间的这些人们 为了遣除一些恐怖 为了避免一些痛苦 让他自己皈依一些 世间的天生或者一些树林 或者是一些世间的人们 这就是所谓的皈依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经常有些人马上要判死刑 判死刑的时候 他特别地害怕 然后马上去皈依一些 有一定的地位的 有一定的力量的人 这也是实际上是一种皈依 那么有些人 他在偷东西的过程当中 别人已经追着他 追着他的时候 他实在没办法 他就躲在一个树下 或者是一个房屋下面 这也是一种皈依 皈依的方法当然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在座的人来讲 有些害怕轮回的痛苦 有些害怕自私自利的心而皈依 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 有这样的区别 所以所谓的世间的皈依 佛陀在《圣创经》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出于世间恐怖的这些人 他们大多数的人 有些是皈依树林 有些是皈依山王 比如说别人对着我的时候 我就躲在一个山里面 这也是皈依山王 有些害怕一些世间的痛苦 而皈依一些寺院 树木 还有佛塔等等 这些实际上佛陀告诉我们 并不是最殊胜 最究竟的皈依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皈依 并不能解脱大的痛苦 这是佛陀在佛经当中这么讲的 那么我们有些人 可能这样想 我们如果皈依了寺院 皈依了佛陀 皈依了天生 那么这些为什么不能 解除大的痛苦呢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我要皈依寺院 皈依佛塔是应该很好的 有些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在这里世间的皈依 主要宣讲了他的法心 他的法心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为了获得解脱 并不是他害怕轮回的恐怖 而是害怕暂时的一些恐惧 比如说世间上的人们 敌人已经追着他 或者是一些冤家宰主 就开始追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只有躲在寺院当中 他这里的密意应该这样解释 比如说有些人家里吵架 吵架以后实在没办法 家里没办法过生活 马上到一些寺院里面住一段时间 以前我都看见过 因为他家里实在是没办法 特别特别的烦 最后实在没办法到寺院里面 其实寺院里的目的 并不是诚信皈依佛门 就是他避开他自己家庭的一些 潮障的矛盾 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种现象 实际上暂时的一个皈依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到底自己皈依的是 世间的皈依还是出世间的皈依 那么我们下面讲 所谓的出世间的皈依 也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小乘的皈依 小乘的皈依 大家都知道 自己特别害怕 轮回里面的各种煎熬 痛苦 然后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在有生之念当中 皈依散报 这就是所谓的小乘皈依 我们有些人特别不愿意 在轮回当中一直住下去 一定要想处理 但是这个一定要具足处理心 如果没有处理心 小乘的阿罗汉的果位也好 或者独具的果位 不可能得到 这是我们所谓的小乘皈依 那么所谓的大乘皈依 大家也应该清楚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或者看到众生是非常可怜的 为了救度这些所有的众生 而且自己想获得 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而皈依三宝 诚心诚意的皈依三宝 那么这个皈依的世间 乃至菩提国之间的皈依 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 刚才按照小乘的皈依 这是一个有生之念当中 因为小乘按照俞世论的观点 在一生当中 愿意获得阿罗汉的果位 我们佛陀的佛经当中经常有 比如说佛陀给他传讲了四地法门以后 马上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尤其是佛法在过期的时候 获得阿罗汉果位的现象比较多 所以他皈依的世间 也是有生之念就可以了 而我们大乘的皈依 乃至菩提国之间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获得圆满佛果的话 那么这个之前 我是皈依三宝的 这个世间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如果是世间皈依的话 这个世间是没有定的 我在寺院里面堕几天也可以 或者我在树林下面 我就堕几天也可以 那这个没有皈依的 世间的现定 我们现在有些人 我要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 但是他世间方面 根本没有概念 我只是皈依三宝 我就害怕 我自己的一些各种违缘 这样的心态 实际上也并不属于真正的皈依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定要看着 以前我们很多人 都受过皈依戒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 都是受过皈依戒 但是当你受皈依戒的时候 你的发心是什么样的 大家应该这样想一想 别人问你皈依的是什么呢 你世间的皈依 还是你大乘的皈依 还是小乘的皈依 这样问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 扪心自问 可以说 自己对自己观察一下 看我们受的是什么 皈依的解 你现在的心态就是 别人问你是不是皈依了 我早就皈依了 我皈依二十年 皈依十年了 那你皈依的话 是大乘的皈依 还是小乘的皈依 这方面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人说 我只皈依显宗 我不皈依密宗 我只皈依密宗 不皈依显宗 我觉得这种话是有点问题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真正皈依显宗 那密宗已经包括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显宗和密宗 都包括在大乘当中 所以你如果是 显宗属于大乘佛法 当时你皈依大乘佛法的时候 那你不得不皈依密宗了 这一点 我觉得并不是矛盾的 你又皈依了显宗 又皈依了密宗 只不过有些人 对皈依的概念根本不懂 我只皈依这个上师 不皈依三宝 我只皈依显宗 不皈依密宗 等等 世间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分类 但希望我们应该 查念自己的慧眼 应该看清所谓的皈依 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 大多数的人可能是 相续当中只有一个世间的皈依 当然世间的皈依 也有各种各样的 有些皈依圣贤 皈依一些导师 或者一些牧师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皈依方法 这些刚才在佛经当中 所讲的一样 不能解除轮回 不能让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皈依天生 皈依世间有一些名声的人 那实际上他们自己 也是成立在轮回当中 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解脱 那怎么会是 帮助我们得以解脱呢 就绝对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皈依的分类方面 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第二个问题 随皈依而行持 随皈依而行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有关论典当中 所讲的皈依结 就是皈依的血处 这个皈依的血处 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 在佛经当中 按照《普通大师》 《大涅槃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皈依了佛陀 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居士 从此以后在任何时候 也不能皈依世间的这些 就是天神 或者一些外道 邪士 这些都不能皈依的 然后我们皈依法以后 从此以后不能故意损害任何众生 我们皈依深重以后 从此以后不能交往外道徒 日外道徒 所以这是我们从皈依结的角度来讲 应该不能 也就是不应做的三条 其他的有些教言书当中也讲了 我们皈依三宝以后 应该做的三条 第一条 比如说 皈依佛以后一定要 从此以后 认认真真地修学佛法 恭敬佛陀 皈依法以后 从此以后 认认真真地行持佛陀的所有妙法 包括一言一字以上的 这些教法和正法都要恭敬 皈依深重以后 对所有的出家人 对所有的圣者都要恭敬 哪怕是圣众的一些圣衣 一片黄色的圣衣 也要恭敬顶待 这是我们应做的三条 还有一些其他的教言书里面 依靠上师的一些 特殊的三条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戒条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皈依以后 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有的皈依结 如果你皈依结都没有了解 虽然已经收了三皈依结 实际上你没有收好真正的戒律 这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戒条上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大的方面来讲 有这么几条 还有一些按照当场佛教的 比如说阿底下尊者 按他的教言来讲 皈依结应该有五条 以前我们在三戒论当中 也学过 第一条就是说 皈依三宝以后 遇到生命危险 也不能舍弃三宝 即使你获得了大的奖励 也不能舍弃三宝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你遇到了最重要的事情 也不像其他的办法 这是第二条 比如说 我们皈依三宝以后 不管你在生活过程当中 遇到了最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舍弃三宝以外 做一些事情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是讲恒时地 供养三宝 作为一个佛教徒 作为一个真正的 皈依三宝的人来讲 应该时时刻刻地对供养 哪怕是一盏灯 一根香等等来供养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 尽心尽力地 让自己和他人趋入佛门 就想尽一切办法 如果你有了一些能力 方便的时候 让别人好好地趋入佛门 让他皈依 宣讲三宝的功德 这是第四条 第五条 无论是你到哪里去 一定要皈依佛陀 顶礼佛陀 不管是你到哪里去 你自己佛像也带着 让你住的地方 佛像摆着 早上起来 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要向佛礼拜 向佛恭敬 顶礼 这是阿底峡尊者 也讲的五条戒律 我们在座的三宝弟子们 最基本的皈依三宝的戒律 这个必须要搞懂 我记得还有 在《瑜伽十地论》当中也讲了 大概是八条 也就是说 第一条 我们皈依三宝以后 恒时要一直上师 你如果没有上师 以后很容易对三宝 不欺信心 或者欺邪见 有这种危险 所以要恒时一直上师 第二条 要听闻正法 始终都要听闻正法 如果你没有听闻正法的约束 我们的心 很容易被外境诱惑 所以尽量地 当然我们有些修行好的人 分分秒秒都是珍惜世间 但这个实在没办法 时时刻刻 能不能听受佛法 如果时时刻刻 也不能的话 那么你的一天一日 或者一年一月 在这样的世间当中 不利正法 这是第三条 那么第二条 第三条 如理作义 什么是如理作义呢 在平时 你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你的七心动念 随时都是以正知正念来观察 尽量地把自己的心态摆正 用如理如法的方向 进行取入 这是如理作义 然后第四条 如理的修法 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应该没有一点修持 很惭愧的 就很惭愧 光是口头上说也不行的 光是在理解 光理解也不行的 所以每一个法 首先闻思 闻思以后自己相续当中 认认真正地去修持 这是第四条 第五条 讲的守护根门 守护根门 我们的五根 经常散乱与外境 如果以自己的正念来 没有摄持 经常没有保护 很容易造恶业的 所以必须守护根门 这是第五条 第六条 应该讲悲悲有情 因为皈依大乘三宝的人来讲 对众生一定要生起悲心 如果对众生没有生起悲心 那么我们不算大乘弟子了 就不算大乘弟子了 那么第七个吧 第七个 供养三宝 恒赏 刚才阿底峡尊者说这样一样 也是自己尽心尽量地 供养三宝 这是第七条 然后第八条 应该说是受持戒律 受持皈依戒也好 如果在家人的话 当然你能受持三规无戒 什么样的戒律呢 你要尽心尽力地守护 如果你是出家人 按出家人的戒条 进行受持清净的戒律 那么这是《瑜伽十地论》当中 宣讲的八条 就是八条 这样一来 不管是你哪一个宗派 或者哪一个论典当中所讲的 总而言之 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最基本的戒律 一定要搞明白 如果你没有懂得的话 口口声声说什么 我是三宝弟子 实际上根本不是三宝弟子 非常可怕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里皈依三宝以后 不能伤害众生 故意地杀害众生 确实是破皈依法的戒律 我看见有些居士 有些出家人 那么一方面可能不懂 一方面可能对因果不太在乎 就经常什么杀蚊子 或者说一些蟑螂 老鼠 这方面经常用一些药 那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故意这样伤害众生的生命 那你算不算是一个三宝弟子呢 绝对不能算的 为什么呢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以自己的鲜血 以自己的生命来 经常布施给众生 让众生的生命买回来 当时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 而我们作为佛陀的随顺者 我们看见众生的时候 拿着什么东西来 啪啪 打蚊子 那算不算大和尚呢 肯定不算的 算不算一个大居士呢 肯定不算的 所以在简单的一些事业上面 有些是可能不懂的 有些也有其他的谜意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受持三宝的戒律 在自己的上师面前 受了这样的皈依戒以后 在一切十分当中 一定要依赖三宝 恭恭敬敬地 应该行持供养 对任何有情来讲 不能损害 尤其是对世间的一些外道 尤其对我们自身不利的 现在世间上对三宝有邪见的 这种人相当多的 如果我们经常 跟他们交往 总有一天 我们自己的行为 全部被别人覆盖应付 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在守护的过程当中 破了三宝的戒 那么这个可以再次地守护 这是在上师面前也好 或者是三宝所义面前 你再次地受持三宝的戒 这样以后 净除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增上自己的功德 有一定的比 那么大概中意 应该介绍到这里 然后现在我们讲 《入菩萨行论》的论义 也就是说 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乃至菩提果 皈依诸佛陀 业依正法宝 菩萨诸生众 那么这个意思呢 刚才也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所谓的大乘皈依乃至菩提果 它的时间并不是 一两两年 也不是一辈子 乃至生生世世 一直到菩提果之间 我们要皈依三宝 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想 心里面应该想 我现在到乃至佛之前 我要皈依三宝 应该这样想 那么皈依的是什么呢 皈依的就是所谓的 一切功德圆满 断正圆满的 如来正等觉佛陀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妖师佛等等 在世间当中是已经断正究竟的 功德圆满的佛陀 这就是我们皈依的对境 然后又同时要皈依正法 真理正法当然我们昨前天 所讲的一样的教法与正法 佛陀所宣说的法门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八万四千法门 但八万四千法门 按理来讲 以道地和灭地所舍的正法 同时又要皈依大乘甚中 按照《宝行论》的观点 具有八种功德 三宝的每一个 都有八种功德 那么具有八种功德的大乘圣者 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地藏王菩萨等等 八大菩萨为主的 一些大乘圣众 还有我们小乘的 比如说大圣众和小圣众 大圣众信心修习当中 所谓的凡夫圣众里面有大乘圣众 凡夫圣众当中 有大圣众和小圣众 大圣众的话 那么四个比丘以上的 叫做大圣众 小圣众的话 凡是受持戒律的 包括居士以上 也可以叫皈依 皈依处的圣众 所以这样的圣众面前 我们要以心意义地皈依 皈依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益天边无奇的众生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皈依的 并不是我自己 害怕轮回的痛苦而皈依的 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大乘的皈依 跟小乘的皈依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大乘和小乘 以发菩提心来分的 那么大乘皈依和小乘皈依 也是有没有菩提心的道理来分的 具有菩提心的皈依 叫做大乘皈依 具有没有菩提心的皈依 叫小乘皈依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可能很多人自己认为 自己是大乘佛教徒 如果是大乘佛教徒 你当初皈依的时候 是怎么样想的 现在你相续当中的皈依结是 以什么样发心舍持的一条戒律 这一点大家是不得不考虑的 应该反反复复地观察自相续 观察自相续 当然皈依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把所谓的佛陀 当着自己的道士 因为他已经远离了轮回的痛苦 而获得了涅槃的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道士 这是佛陀作为道士而皈依 然后所谓的正法 作为正道而皈依 什么叫正道呢 比如说我要到达某个地方 那我必须要依靠一个道路 来进行行动 所以我们要获得佛果的话 我必须要如来所宣说的正法 要自己修持 修持正法 这就是皈依 所以我们皈依佛 大家都知道 什么样的含义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讲过 所谓皈依的意思就是 投靠你 我给你 依止你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一个人 他是从哪一个部落当中 参加这一个部落 参加这一个部落 他在这个部落的官员面前发心 我从此以后 我的一切的一切 全部交给你 全部交付你 然后从此以后 不管是我一切 全部用你来支配 用你来安排 我内心当中也这样讲 口里面也这样说 那么从此以后 这个人已经属于这个部落的人 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谓的皈依 我以前没有这样的发过誓言 我现在在佛陀面前发誓言 我从此以后 就是你的眷属 这样的誓言 就是我们所谓的皈依的意思 皈依佛的意思 应该这样 那么皈依法的意思是什么样呢 所谓的皈依法就指的是 我要乃至生生世世修持 所谓佛陀的感动妙法 就是他皈依法 我要修持他的法要 是这个意思 然后皈依胜众 我要在修持正法 或者达到佛果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是孤独一人 那就没办法进行的 应该依靠一些 大乘小乘的这种圣众来帮助我 比如说 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没有一个伴侣 恐怕是不一定成功的 所以我依靠一个 非常可靠的伴侣 才能有我取得一些结果 所以我在乃至佛果之前 我一定要依靠我的金刚道友 我的同行道友 还有一些大乘小乘的这些圣众们 作为我的义户 这就是所谓的皈依胜众 皈依胜众的意思应该这样解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 皈依和不皈依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实际上你自从皈依以后的 这种功德相当大的 法王上师以前也是这样说过 有些人认为 皈依和不皈依实际上是一样吧 从功德上讲 从意识上讲 从自己心里约束上讲 完全是不相同的 你皈依以后 念诵的咒语也好 行持的佛法 功德是相当大的 它的功德是与日俱正 如果你没有皈依 虽然你行持了这个佛法 但是你的功德并不是那么大的 因此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 应该说是 皈依的功德很大 一定要皈依 有些人说 我只要心地善良就可以 我不害三宝就可以 这就是皈依 没有真实的这些 皈依的意思是多余的事 这种想法是错的 这种想法是没有智慧的一种 没有智慧的人的说法 这样不合理的 那么总而言之 以前我们上师也是在善地讲告 大家一定要了解 所谓的皈依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遇到生命危险 也是不舍弃三宝 这一点在三宝面前发誓 在上师面前发誓 这种意识就叫做皈依 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讲 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我遇到生命危险 也是不舍弃三宝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 很多人发这种誓言 当总统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在他的对境面前 进行发誓 我们也是在三宝面前 有发这样的坚定的誓言 如果有了这个誓言以后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有了皈依的戒体 所以我以前也不知道 你们在座的人 相续当中的皈依的戒体 是世间的皈依戒 还是初世间的皈依戒 如果是初世间皈依戒 刚才无处菩萨所想的一样 是小乘的皈依戒 还是大乘的皈依戒 这方面不太清楚 那么从今天开始 自己的心一定要调整过来 一定要想 我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皈依佛陀 并不是为了逃避一些 世间的现实 世间的灾难 世间的痛苦 所以我就皈依三宝 不应该这样 即使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是有的 有些人因为他的感情方面也好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挫折 一些折磨等等 受到一些逼迫以后实在没办法 在三宝面前暂时皈依 但这种皈依也是一种 引入佛道的一种方便文法 那现在开始你要当一个佛教徒 最好是当最好的佛教徒 不要当一家形象上的佛教徒 所以我想在座所有的人 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发这样大乘皈依的心 我想以前如果你们 没有受过这样皈依戒 我们今天也再次受一下 如果以前受过皈依戒 但是自己的心当时 也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 如果有这种情况 不管是我们在座的道友也好 或者是网络面前 电视面前任何一个道友 我想三宝的假释是一样的 我读一遍 你们大家心里面观想 乃至菩提果之间 一定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我要受着大乘的皈依 一边这样想 一边跟着我念 乃至菩提果 皈依诸佛陀 亦以正法宝 菩萨主圣众 乃至菩提果 皈依诸佛陀 亦以正法宝 菩萨主圣众 乃至菩提果 皈依诸佛陀 亦以正法宝 菩萨主圣众 好 这样以后 应该大家都受持了 大乘的皈依 那么这个颂词里面的内容 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总而言之 我们乃至获得佛果之前 要皈依三宝 就是皈依三宝 这样皈依三宝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当然皈依也分很多的 比如说果皈依 因皈依等等 有许多的分类 那么所谓的因皈依 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种道理 把佛陀当为道士 僧众当为自己的伴侣 正法作为自己取妄的正道 从这方面来皈依 叫做因皈依 所谓的果皈依 我要获得无上圆满的果位 而精进修持佛法 这样的一种誓言 叫果皈依 所以所谓的果皈依 跟愿菩提心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所谓的愿菩提心 也是我要想获得佛果 但是愿菩提心 很多大德都是这样说的 是从利益众生的側面 从利益众生繁体的角度来讲愿菩提心 过皈依 自己想获得佛果 从这个側面 按理为过皈依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皈依 从今天开始已经成了 大乘的信任 大乘的修行者 这样的利益和功德 的确是相当大的 那么我们有些人 可能获得了大的奖励 大的金牌 这样自己高兴得佛得 实际上我觉得世间的任何一个国际将来 并不是特别高兴的事情 应该我们相续当中生起了 大乘菩提心的皈依结 具有大乘菩提心的皈依结的话 那么这个值得 应该是非常欢喜的事情 以前你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生起这样的大乘菩提心 这种皈依结的话 那么今天你真的能发了这个心 真的你的心里面 生起这样的心的话 那你应该值得高兴 你回去以后 你应该吃得最好的饭 然后你穿最漂亮的衣服 为什么呢 因为一生当中非常难以得到的 一个珍宝已经得到了 那么这种东西的价值 乃至生生世世都是不好尽的 就是用之不尽的 所以我看我们世间上是 哪一个奖品有这样的价值 这一点大家有智慧的人 应该会理解的 会考虑的 所以皈依大乘佛教的功德 是相当大的 佛陀在《日藏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任何一个人如果皈依佛陀 那么皈依佛陀以后 即使这个人已经犯了戒律 让心散乱的话 那么也不会堕入恶趣的 一定会获得解脱 在《日藏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在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 比如说《无垢清闻经》当中 也已经讲了 皈依如果有一个形象 所谓皈依的功德 佛陀如果有形象 那么整个虚空戒也没办法容纳 一遍免虚空 已经超过了虚空 我们想一想 整个虚空戒不能容纳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相当大的 佛陀以一种假释句说明了 我们真正为了利益众生 而皈依的功德 包括佛陀和诸德地菩萨 他也是无法言说的 当然这个是佛陀的金刚语 并不是我们凡夫人恒良 或者凡夫人所缺诈的语言 因此大家应该 首先对三宝有恭敬心 如果没有恭敬心 那不一定得到了三宝的加持 以前我们也是学过 很多这方面的道理 因此在三宝面前 有了恭敬心以后 始终都尽量地 护持三宝的这几条戒律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因为现在很多人 特别重视皈依证 皈依证特别地重视 但皈依证如果掉了也不要紧 皈依证掉了不是很重要的 再可以做一个 或者再换一个 也可以 但最好始终都是皈依戒 你皈依以后 有多少戒条 我以前问过一些人 你皈依了没有 我已经皈依了 七年了 那皈依七年的话你现在 皈依以后有什么戒律要受持 啊 有什么戒律啊 是不是不吃肉啊 有些人这样讲的 我们皈依戒当中 也并没有说是不吃肉 所以这种说法有点 因为你已经皈依七年 皈依七年以后你应该 最起码也是能学会七条可以 如果最后一条 刚才五洲菩萨的最后一条不懂也可以 一年当中学一条也可以 但有时候我们皈依的时间长 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这方面大家应该值得考虑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皈依制 皈依制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的是忏悔制 忏悔制按照五洲菩萨 《三所海》当中 也是分忠义和论义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忠义分所尽罪业之六门 还有能尽罪业之四种对峙 然后又讲了 经法的加行 真行 后行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 所尽罪业的六种门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我们所清净的罪业 实际上是通过六种透镜 通过六种 第一个就是世间门 世间门的意思 我们这个罪业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而造的罪业 这是从世间上来讲 是非常漫长的一种罪业 或者有些罪业 是暂断的时间当中 比如说我昨天造的 我今天造的 我刚才造的 这样的恶业 这种时间是比较短暂的罪业 这是第一个 世间门的罪业 第二个就是因缘门 依靠贪心 诚心 傲慢等等 无度三度的因而发出来 造出的罪业 那么这个叫做 依靠因而发的罪业 还有依靠三门 依靠身体 依靠语言 依靠自己的心而发出来的罪业 叫做三门的罪业 然后有加行门的罪业 加行门的罪业 实际上是自己所造的罪业 你在行为上 比如说你杀生 用拿着刀子来杀 或者是你让别人杀生 这是从他的行为上 加行上的一种罪业 这叫做加行门的罪业 还有对境方面的罪业 第五个是对境方面的 对境方面 依靠非常严厉的父母 金刚上师对境而造的罪业也有 依靠非常可怜的 六道轮回众生而造的罪业也有 这是对境而造的业 还有第六个是形象 形象指的是自性罪的形象 或者佛制罪的形象 因为我们这个罪业 可以包括佛制和自性罪两种 总共有这样六种分类 这是我们所要清净的罪业 《俱舍论》第四篇当中 也讲了很多业力的差别 那么我们所尽的业力 可以包括在这六种门当中 这个必须要记住 然后能经的对治力 分四个方面来宣讲 第一个叫做延幻对治力 什么叫做延幻对治力呢 大家都知道 自己以前犯过的罪业 发现以后 觉得非常的惭愧 后悔得不得了 就像我们一个人吃了毒药以后 痛得很厉害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自己特别后悔 我刚才不应该吃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种后悔之心 叫做延幻对治力 那么所谓的所谓对治力 也就是说 依靠一种方便方法来 摆脱这样的罪业 比如说 依靠医生 或者药物也可以说 依靠医生 摆脱自己的 刚才佛毒药的痛苦 同样的 依靠菩提心 依靠金刚萨埵 依靠一些上师 依靠佛像 来进行忏悔 意思就是说 我既然病得那么严重 我必须要依靠一个医生 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忏悔 叫做所谓对治力 然后第三个 叫做现行对治力 所谓的现行对治力 就是我们要行持善法 刚才你吃了毒药以后 你现在必须排除毒药 排除毒药以后 你要服有妙药 服妙药才能治这个病 这个实际上真正要行持善法 你宁念金刚萨埵心咒也好 或者你修菩提心也好 你真正光依靠不行 还是要实际行动当中去运用 这里叫做现行对治力 最后一个叫做恢复对治力 也叫做返回对治力 返回对治力 自己相续当中已经服了毒药以后 从此以后发愿 再也不应用这种毒药 所以你造了这样的罪业以后 遇到生命危险 也是以后不会造这样的罪业 这就是所谓的返回对治力 那么这四种对治力 如果具足的话 不管是什么罪业 必定会得以清净的 所以我们作为有些业力深重的人 他自己认为是 我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现在都是没有解脱的希望 看看怎么办呢 经常特别害怕 实际上你如果真正对佛法有信心 对佛的教言有信心 也不一定那么伤心 你依靠四种对治力 没有一个不清净的东西 一定会是清净的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所谓的这四种对治力 是不是藏传佛教 独一无二的一种观点 在别的一些教派当中 这样修四种对治力是有没有啊 因为有些可能是 在自己忏悔的一些文章当中 没有看见过 会有可能这样的疑问 但实际上四种对治力 这个数目是确定的 也不用再多了 不能少了 而且是佛陀在《宣说四法经》当中 亲自告诉我们的 佛陀当时也告诉弥勒菩萨 说任何一个菩萨 如果具足四种法 再能清净一切所积累的罪业 那么四种法是 宣讲了我们前面所讲的 第一个是延幻对治力 一致菩提心 在《四法经》当中的一致菩提心 实际上就是所以对治力 然后现行对治力 返回对治力 讲了四种对治力 所以我们看了佛经以后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这四种对治力的修法 金刚萨埵的这些修法 并不是藏传佛教 唯一的一种修法 所以我希望 不管你是学汉传佛教 学南传佛教 任何一个众生自相续当中的 罪业都是坏的 都不好的 都是黑色的 所以为了遣除这样的罪 必须要依靠最殊胜的法门 就修金刚萨埵和修四种对治力 有什么教培之分 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不念金刚萨埵 我念自己的忏患文就可以 我不修四种对治力 我以前亲自遇到过一些教派的分歧 观念特别出众的有些人 就遇到过 遇到以后一方面也感觉 他们很可怜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亲自宣说 这么殊胜的方便方法 你为什么不用啊 你往往都是觉得 凡是有一些教理的东西 全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我不能接受 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甘露 从东方来的也好 西方来的也好 只要你能治你的病 我觉得是可以的了 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一个人病得特别特别的严重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这种 自己意愿里面所造的药我运用 别的意愿当中我不接受 可能这是一种愚痴之愿 我们看见很多众生 对佛法的教理也不懂 相续当中的罪业 也是特别的深重 但是不愿意接受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殊胜的对治方法 这一点也是可能 众生的业力所致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这是刚才前面讲的 冷清的对治力 然后经法的教言方面 由前行正行 后行三个方面来讲的 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 首先前行一定要发菩提心 我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我今天要忏悔 然后他的真心 依靠四种对治力 念诵《三十五佛忏悔文》 或者有关的一些 金刚萨埵 百字明等等 同时也要观想 金刚萨埵的威力来 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最后的时候也应该想 皈依经或者忏悔对境的 金刚萨埵法官 然后融入自己的身体 自己相续当中所有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最后在自己修法过程当中 所得到的一切善根回向于众生 这实际上是很多噶当派 噶据派的一些殊胜上师们的教言 这是忏悔 从重要的一些中刚方面 我们也可以介绍到这里 下面《入菩萨行论》 《论义的忏悔文》 分也是四个方面 四种对治力 首先第一个是 这样讲的 也就是讲了这么多的教言 那么意思 首先第一个颂词 要明观忏悔的对境 明观忏悔的对境的时候 我们在所有的十方 世间当中注视的未来 过去 现在这样的 包括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等等 无量无边的佛陀 以及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能度化无量众生的 大悲菩提心的一切圣众 八大菩萨为主的 所有的这些大乘圣众 还有自己的传承上师 以及护法神 所有的这些圣众 全部在自己前面观想 如果你观想的能力好 观想得清清楚楚 如果观想的不是那么清楚 总的来观想我的前面 已经有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那么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要忏悔 忏悔的时候什么样呢 一定要自己的身体 语言 心灵 全部都要恭敬心 要恭敬心的话 你用身体以恭敬心 就是无地土地 跪在三宝面前 然后开始合掌 合掌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忏悔的时候 佛诸佛菩萨并不是 需要你合掌的话 他特别高兴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自己来讲 如果你真的发怒忏悔的时候 你从内心当中有一种愧疚 有一种非常惭愧之心 有了惭愧之心的话 在这样的殊胜对境 现前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一定会对他恭敬的 我们有些人忏悔的时候 好像恭敬心有点不够 有些道友 或者有些上师面前忏悔的时候 那我忏悔吧 那我忏悔 忏悔 我们伴着杀得红 实际上这种行为 一看也不一定是 真的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忏悔之心 没有 只不过是表示一下而已 但一看见有些人忏悔 不如不忏悔好一点 一忏悔就好像他的态度 完全不是以恭敬心的态度 特别不高兴的一种态度来互相忏悔 这不算是真正的忏悔 所以我们要真正忏悔的时候 在诸佛菩萨面前 非常恭敬的心态 非常恭敬的声态 非常恭敬的语言来称悔 这一点相当重要的 那么说 称悔的事实是什么呢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因为我们轮回应该承认是无始 如果不承认无始 如果有开端的话 第一个开端 成了无因的过失 不断大师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从无始以来的轮回当中 包括我们今生也好 或者是我的前一世 在前世的前世等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 以无名愚痴 或者说以自己特别放逸 或者说自己的烦恼非常深重 而造了无数的恶业 比如说我们造了一些杀生 说妄语 偷盗等等 十种自信罪业照顾 再加上你入了佛门以后 小乘的别解脱戒 大乘的菩萨戒 密乘的金刚沙弥业戒等等 犯了无数的罪业 有些我想得起来 有些可能想不起来 不管怎么样 自己所犯效的一切罪业 我一定要想忏悔 应该这样想 自己虽然没有亲自造 但是自己作为当内幕的人 就是开始智慧别人 造恶业 你杀生 你偷盗 你做什么什么 这样的话 实际上罪过是一样的 以前在文革期间 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 有些比较愚笨的 比较虔诚的佛教徒 他自己害怕杀生 所以我不能杀生 我是佛教徒 我是出家人 你帮我杀这一头牦牛 这样实际上过失更大了 为什么更大呢 如果你亲自杀的话 你杀了一个牦牛 你会堕落恶趣的 除了这个以外 别人没有关系的 你如果让别人杀了牦牛 你也堕 他也堕 这样的话 那过失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 有些居士也是这样的 我不能颠杀 你可不可以到赛事场去 给我买一个新鲜的鱼 那我们好好地吃一顿啊 有些佛教徒 他自己都不能杀 让别人杀 让别人做坏事 那实际上 意思是一样的 在《毗奈耶经》当中 有极个别的罪业 劝别人造的话 不是同等的 比如说让别人做不经心的话 本来自己不犯根本戒 比如说我叫别人做不经心的话 那么我不犯根本戒 但是我叫别人杀人 或者做什么恶业的话 实际上我也犯根本戒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 做不经心等等 极少数的以外 劝别人做恶业 实际上是同样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 只要自己没有杀生 自己没有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的 有这种想法 也并不是这样 我们学过《俱舍论》的时候 也是已经讲过很多这方面的道理 还有在这里 自己因为无名愚痴所欠 然后随喜别人造这样的恶业 实际上这个罪业也是相当大的 我看别人在战场过程当中 杀了很多人的话 我欢喜得不得了 据说以前恐怖分子 炸美国大厦的时候 有好多年轻人特别高兴 今天特别好 该这样 该这样 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一些佛教徒 他们肯定犯了很多的杀人罪 为什么呢 当时在那里也死了很多的人 你如果特别心里地高兴 啊 该杀了 该死了 这样活该活该这样 一说的话 那实际上自相续当中 真的会犯这种 杀生罪业的犯戒 所以平时我们以后 如果关系不太好的 别人遭殃 别人受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不能随喜 如果你一随喜 实际上你自己造的业 也是一样的 这个随喜方面 不管你对善法方面的随喜 还是对罪业方面的随喜 都得同等的果报 这一点是佛经当中也有记载的 所以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自己造的 让别人造的 随喜的这些罪业肯定多的 我们作为凡夫人 有时候凡夫人的心态是特别不好的 所以肯定有 那么这次通过上师的开导 通过大乘佛教的这种伦理 我就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就心里面非常的后悔 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并不是口头上说漂亮话 我是诚心诚意 发致内心的忏悔 这一点很重要 前一段时间大家金刚萨埵念诵的时候 当然可能修行 比较好的好多人也会这样观想的 我们在座的人 现在也是这样观想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死 大家都是没办法肯定的 在临死之前 最好是自己无始以来到现在 所造的这些罪业 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地忏悔 好好地忏悔完了以后 死了 自己也放心了 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忏悔之前死 这个罪业一定会跟着你 一定对你的成就有障碍的 不要说我们一些大圣者所造的业 也以后会感受果报的 这一点 我们以前也是学过这方面的经论 所以大家忏悔很重要 皈依很重要 供养很重要 然后顶力很重要 这些每一个道理 对我们在自相续当中 想获得菩提心的人来讲 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今天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应该诚心地自己忏悔 早上修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早上 每天修的菩提心的内容 我也并没有特别地讲 但实际上不用讲吧 每天所讲的内容 你就再三地思维 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修行 你观想诸佛菩萨在你的面前 我无始以来的 能想得起的 想不起的 凡是有弥天大罪 肯定有许许多多的罪业 我是个大罪人 大犯人 我一定要好好地忏悔 从此以后尽心尽力地 改成自己的错误 那一边这样忏悔 一边这样念金刚萨埵行咒 这样实际上我们修行 也应该是很圆满的 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希望 自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但是我们的相续 如果特别脏 那菩提心不一定在这里逐流 所以自己忏悔 是相当重要的 自己一点罪业都没有 我想是谁也不可能的 除非有些菩萨来到人间 显现凡夫想的时候 那就不好说了 也许我们这里 也许不用说吧 肯定有很多菩萨 很多菩萨下面可能会笑我 为什么呢 我的相续都是那么清净的 怎么会还给我说这些话 有些菩萨可能也会笑的 但是也不要见 菩萨看着凡夫笑 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一般菩萨来讲 也是不应该讥笑凡夫人 这也是对菩萨来说 不太庄严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好好地忏悔很重要 好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吧